很深的 不是很深的概念 是很簡單就是講說 他在研究師弟的經濟價值 那他 林慶祝老師是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的教授 他是台灣少數有在做生態系的 這個經濟價值估算的學者主義 所以我請他來做他的分享 那他的分享會比較 他的研究比較集中在 師弟的碳會 就是師弟可以幫我們留住多少碳在裡面 這個經濟漢可以幫大家分享 大概就是這幾個 那10月29號我就不會來 大家自己去選公民週的課程去參加 這個就是 學校會辦 當天會有一個公民週的課程 然後每週都 每週當週的每一天是不一樣的講座 那大家自己選一天來上 就當作出席 那 最後就是在 11月19號這一週 最後一週 就是要成果發表 那成果發表完之後呢 就是 額外加課一週 那不是上課 然後 並且呢 就是 把這些內容做成一份電子報 那銀秀還有 幫忙做一個電子報的看頭 那 那個 這一堂 在上上學期之前呢 就是 比較常見的是 把內容做成海報 在設大的成果展 那個實力展示上 直接在那個現場 但是從上學期開始我們都沒有這樣做 那所以就是 大家可以討論 班長 就是到時候選出班長 就是 跟大家 尋求共識 看看我們想要做什麼樣的成果展 想要做電子版就好 還是做實力版 那如果實力版就是 我們就是要約一個時間起來做 就是額外加課的這個設計 大概是這樣 那11 11月19號這個最後一週的分享呢 我請向於 不要在這邊上 就是 大家輕鬆一點到 到一個場所 咖啡店的場所 然後可以讓我們 大聲講話的這種地方 看看到時候選出的活動 可以怎麼安排 我上學期就是 沒有什麼安排就跑到 對面的星巴克 那 其實我不太想要去星巴克 所以大家在自己相別的地方 曾太立晚上沒有開 他們有開講座 那請您秀分享給我們 好 那我先介紹這個課程到這邊 先休息一下 大家去響應 影秀的 那等一下你接著 我們要選什麼感受 大家選一下 對 就想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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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